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这期节目我们只要讲以下几个内容 万众瞩目的房产税还没来 但房东税先到了 这个税波及的面非常广 尤其是对长期租房住的打工族来说 这个房东税很可能比房产税更要命 随着总加速师的各种花式折腾 大陆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的恶化 而且这个趋势已经无可逆转 先知先觉的富豪早已经润了 那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 想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但出国却越来越难 虽然中国未来的动荡几乎是无可避免 但美国也不一定是您的梦想国 而这期节目我们会通过具体案例来告诉大家 什么人适合润 什么人润之前一定要三思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昨天呢看了一个视频 让我内心非常的震撼 视频讲的是一位中国的偷渡客 历尽千辛万苦甚至是九死一生 可以说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终于润到了他的梦想国美国 但后面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后悔终生 所以呀 我决定做这期节目 提醒朋友们三思而后行 那我们先从这六亿栋房屋说起 这个有人已经讲过了 可是啊 这具体的数字不够详细 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也没说清楚 那我用了两天时间整理了大量的资料 总算是理清一个脉络了 那这个消息呢是中共住建部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发布会上宣布的 他们三年前启动了全国房屋普查工作 一共动员了说500万人持续三年 这个调查涵盖了中国百分之百的城市 百分之百的自然村 在调查的过程中还给全国六亿栋建筑 这赋予了数字身份证 也就是说中共高层已经非常的清楚 目前全国房屋的具体数量 但是住建部只公布了笼统的数字 这个数字呢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和计算 中国目前城市商品房人均建筑面积是32.9 大概是33平米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城市里面住一家三口 你的房子面积是一家五口 你的房子面积是150平米 大家可以数一数你们现在所拥有的商品房 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有中国媒体解释说 这一次普查得到六亿多栋城乡房屋建筑的数据 不全是商品房 农村房量占总量达到90%以上 城镇房屋只有4700多万栋 包括住宅和非住宅的房子 真相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有人说这跟润有啥关系呢 简简烧烟雾燥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朋友们需要弄清楚一个事实 在未来的某一天 至于未来有多远 我个人不是预言家 没办法给出具体的时间 只能通过事实进行推理来分析 告诉朋友们一个大概的这个趋势 所以在网络上找到了比较靠谱的说法 根据住建部2022年1月公布的数据 全国有50多万个行政村 有2亿多户的农民自建房 2亿户农村自建房的数据 跟官方公布的农村宅基地面积 无法吻合 2020年12月12日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郑新立在会上透露 全国农村的宅基地有17万平方公里 而全国城市的建筑用地一共才占了5万平方公里 农村人口占的建筑用地是城市人口的三倍多 由此可知 全国宅基地的面积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三倍多 假设在城市的建设用地中有35%的是住宅 那么农村居民总居住用地达到了城市居民总居住地的10倍 人均土地占用农村达到城市的近20倍 17万平方公里折合成平方米 在除以住建部说的这2亿户农村自建房 可以算出每户农村自建房占地850平方米 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个人一直强调说呀 这中共的数据都有水分很难自洽 那他们公布的数据都是根据政治需要 因为一旦公布真实详细的数据 就会对中共的政权产生冲击 所以只能通过多方收集数据和资料 有人在基层搞建设系统的事 那2022年他搞过这个全镇住宅房屋排查 也就是在手机上这个APP上 根据实地地图上框出来的建筑范围 录入每栋房屋的面积 这个层数房主的信息 他那里属于湖南农村户籍全镇有9000多户 住宅包括空置房将近9000栋 当时这公共房屋比如这村部学校厂房等都没在APP中排查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各方的说法不一 中共不是没能力公布真实的数据 就是这样含糊不清的掩盖真相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算不出准确的数字 只能推测中共公布的这个数据的目的 那从住建部公布的六一栋房屋的消息 在结合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中共官方成立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 传递了这样几个信号 第一这房产税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二从全国范围内看 中国房子绝对是够住了 而且非常的过剩 但分布却极不均衡 第三点 未来房价会进一步分化 人口严重流逝的地区 房子可能会出现白菜价时代 但中新城市核心片区的房价 目前还无法给出具体的判断 而中国房价啊 这个非常高 是因为商品房包含了70年土地使用权 房价里很大的一部分是政府的税费 比如一线城市这新房的价格构成中 税费占比超过了60% 所以说中国人血汗供养的这个房子 有60%的钱给了中共这个吸血鬼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 现在国内房地产行业总负债90万亿 民众负债 2022年的数据是53万亿 房地产开发商负债 民众负债 那钱都被中共的马列子村给抢劫了 房价涨到了让民众不能容忍的地步 普通民众往往要一家几代人 亏空积蓄 以及消耗未来20到30年的家庭收入 才能弥补上中共是想通过释放 要收房地产税这个信号向外界透露 他们还有办法榨出油水 全国有这么多房子可以收税 一旦开征房产税的话 政府的财政问题就能解决了 在房产税没出台之前 中共用了另外一种税作为试水 这个税就叫做房东税 告诉你一件大事 关系到所有做生意的人 比房产税更猛的税已经来了 最高征收20% 三个省份已经在试点了 第一个征收房东税的是河北 按规定如果房东不能提供 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成本证明 以租金收入5%到10%来征税 第二个是湖南 政策跟河北差不多 第三个是云南税率更高 按规定出租住宅的话 要征收10%的税费 出租商铺 公寓等非住宅要征收20%的税费 这个税被人们称为房东税 按照目前中共国的经济环境 已经有人露宿街头了 如果全面征收房东税的话 问题会更加复杂 如果这房东税直接转嫁给房客 那等于是进一步增加社会成本 工人的工资要增加 不加没人做 那如果把收入的三分之二都给了房东 还有人愿意留下来打工吗 考虑到目前中共的经济状况 工作太少 找工作的人太多 这会进一步加剧失业率 普通打工人的生活将会更加艰难 如果房东税不能通过涨租金转嫁出去 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卖房 这个时候房价也会进一步的被拉低 再考虑到前面提到的6亿栋房屋的数据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未来除一线城市之外 这个白菜价的房子将会越来越多 所以住房应该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了 但相应的生存压力会越来越大 因为白菜价的房子对应着工作机会少 或者说很难找到满足生存需要的工作 请注意 这里说的是生存而不是生活 今天我们讲的也只是房产税和房东税将会引发的一系列危机 只要中共这个吸血鬼还存在一天 就会一直不停的割韭菜开采人矿 中国人的未来就没有任何希望 所以面对这样的现状有两个选择 而不同的人群适合不同的选择 过去我们说过春江水暖压先知 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富豪已经移民了 一位已经移民新加坡的富家子弟 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说 中国富有的阶层对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存有顾虑 因此中国放弃清零政策的决定 预计不会扭转这个趋势 新加坡负责设立家族办公室的律师 Chin Ting Fei 在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说 他从2021年就不断接获询问 都是要转移2000万美元以上资金的 这次数从2021年的每个月一次 增加到2022年年末的每周一次 但在今年的1月份 他每周会接获两次类似的询问 之前也有报道过说 这个500多名中国高净值人士 准备带着24亿美金到新加坡 有钱有技术 有能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人 都离开中国了 那未来中国还剩下什么呢 尽管如此啊 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润 尤其是选择非法渠道润的人 那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我个人无法证实他说法的真实性 只是分享给朋友们 那本来呀 他是一位二三线小城市的高中老师 跟妻子有一套小房子 日子还过得去 偶然的一个机会啊 他学会了翻墙 结果看到了颠覆他三观的新闻 首先呢他收到了国内一个奖励史的大V 具体是谁 我这里就不说了 那时呢他还崇拜一个姓方的和姓王的 于是啊 他慢慢的产生了去美国的念头 当时在他的心目中啊 这中国已经不是人住的地方了 他的精神祖国已经是美国了 过去呢我曾经多次提醒过朋友们 不要把美国或者美式的民主当做信仰来崇拜 否则呀您会很受伤 当今的美国他绝不是白莲花 尤其是2020年那场大选以后 那刚刚翻墙出来 对国外了解不深的朋友啊 一定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优劣 民主制度只不过不是那么坏的制度 那我们长话短说 后来啊这位醒悟的小伙 就跟着十多个有同样想法的朋友走线 也就是偷渡去美国 先飞到了厄瓜多尔 再通过巴拿马雨林来到墨西哥边境 一路上是九死一生啊 说被抢劫两次 他们一波九男四女 有两个是一家三口带着小孩 有个女的呀不到30岁 那一路被强暴了四次 就这样呢他也认为去美国值得 他认识了一个这个做工厂的朋友 于是啊就互相帮助成为生死之交 后来呀他们就到了美墨边境 又被舌头敲诈了一次 之后才放行到了梦想中的美国 到了美国呀就被抓进监狱了 五六个月出来之后 被专门的人给接走 有专门的这个华人老板 接他们去做苦力 管吃管住但工资很低 后来呀他跟老板理念不合 经人介绍去了墨西哥人开的超市 做搬运工 因为英语不好 所以经常没活干 都是些又苦又累 没人做的工作 慢慢的呀他学会了英文 就开始送外卖了 直到他唯一的朋友感染了病毒 发烧越来越严重 后来住院 他到处这个帮忙找护士 结果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就眼睁睁的看着他的朋友 咽气 这个时候他开始恨美国了 这是逻辑上啊 能说得通的部分 那说不通的部分呢 我这里就不讲了 那有可能是他带任务 把一些人真实的经历拼凑到一起 也可能呢 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实 那我想说的重点是啊 想要润的朋友 一定要想清楚 不要一时头脑就发热 那大部分到国外打拼的普通人呢 都会经历一些非常艰难的日子 包括我也一样 也经历过千辛万苦 如果您不在乎这些 就铁了心润的话 那一定要学好英文 并且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刚出来的 有一技之长 比学历更重要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选 九死一生的那条路 选择移民中介 也一定要选靠谱的 对于想认的朋友啊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去年12月1日 中国正式实施 反电信诈骗法 两个多月以来 很多网友反映啊 个人是否有资格出境 已经交给了地方派出所来判断 那一位视频博主就发视频说 根据官方的消息 2023年开始 出国将越来越难 全部要审批报备 无论是旅游 劳务商务留学 还是探亲 2023年全面卡死 那根据官方发出来的规定 其中明确规定 谁管理谁负责 谁审批谁负责 所以有人大胆预测 那接下来相关部门 很有可能会让社区街道所在地 统计居民护照持有与否 甚至上交 也就是证件统一管理 那一名华人女子说 她的一位国内的朋友 就接到了派出所 查出境的电话 比如啊 说你今天要坐飞机了 你提前一天就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就会详细的问你要去哪里 何时回来 如果你不接电话 那派出所就会上门跟你讲 如果还没找到你 你第二天在海关就会被劝反 你不可能通过海关的 有未接到派出所电话的旅客 是因为事先已经取得无犯罪记录证明 那总结来说啊 润的机会今后是越来越少了 但距离中共倒下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所以润之前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 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啊 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好感谢你的点赞订阅链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